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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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是这些蛇的主人 奉劝姑娘一句 花种不是谁都能禁 花种 你现在躺着的地主就是桃花园的花主 那可是木派进的地 敢为少侠 这里真的是桃花园 大平板 是李宗盛 三天 富十一 是门的 这些产的 古都少主 木派禁帝 擅入得死 属下恭迎少城主 属下只是 桃花园里的花种 足足有三十六个 是按天罗地煞三十六法所设 如果不想死 最好不要去惹他 属下一时糊涂 算了 我们先回幽都城吧 大木头 大木头 你怎么样了 看样子 阎王爷又被你吓跑了 我们怎么会躺在这里 你的伤势 好像更加重了 没想到三生石下面 还有这样一个密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一块石头下面 居然我们在密道之中 又怎么会这样亮的 有人在吗 我们侮辱龟宝地 并非有意打扰 我们侮辱龟宝地 原来这里 竟然是这位仙人的地府鲜学 你别乱动人家东西 我知道 这玉盒上好像有字 此物赠里有缘人 大木头 我们应该就是这位仙人所说的 有缘人吧 这玉盒里不知是什么宝贝 我要打开看一看 你小心机关 原来这个人姓肖 名叫肖寻记 是药王剑的医生 这本书呢 是本医书 里面记载着如何治疗各种内伤的医道 哇 书里面记载着好多神功密集的治疗之术 大木头 这下你有救了 这一伤没有含血绝习的内伤治疗之术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他肯定是药王殿的前辈高人 快 快把衣服脱了 脱衣服 脱衣服干嘛 那你脱就脱嘛 还那么多废话 这上面说用银针自卑走穴通勤 你还愣着干嘛 快脱衣服 我要给你疗伤 拜托 没有 没有 虽然我研究过一些银针走学之术 但也只是略懂皮毛 你就不怕我扎错了学位 反而掉了你的性命 生死自有天注定 如果真的死在你的手上 我不但毫无怨言 反而觉得是上天的眷恶 你只管放手一波 不用顾求 嗯 佛说有三苦 求不得 愿增惠 爱别离 佛说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你若要我回头 只需一滴泪而已 只是你不能 而我又身不由己 少年时总觉得情不够用 到如今却问苍天情为何 不过随波逐流罢 慕容显说 如果你愿意 他可以让出穆王之位 难道你不想我回头领堂 回与不回 只在师兄一念之间 现在我终于明白 师父为什么不给我收剑 我终究戒不了烈酒 放不下屠斗 把木符留下吧 火腿 我们上期订阅 金主 吉祥 宋 我们在桃花园找了这么久 却什么线索也没有 我们好像迷路了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遇到这样一个花种 而且连木派禁地的石碑都一模一样 我知道 二世太和其他人怎么样了 给想办法赶紧出去 和石秋他们会合 母亲那边 幽族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以他老人家的脾气 肯定也不会说出来 性命应该暂时无忧 怕只怕 他老人家正在受苦 风少说得不错 你母亲确实没有性命之忧 不过我劝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 我去会他一会 你千万要小心 陆掌门和陆大哥 都从中过他的含血崛弃里 我去看他 他人家的血崩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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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到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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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